首先賣一下廣告 我的新書《Dr.S.醫學幼稚園》集齊了 我頻道裡面最受歡迎 大家都覺得最有用的醫學資訊 讓大家容易在家裡參考 這本書即將即將出版 大家密切留意 很多人問有沒有網上版 我問過書商 他們應該會賣一輪實體書 接著才有機會有網上版 詳情我都會更新大家 昨天我剛剛聽到一個消息 台灣一位著名律師 他本身有嚴重遺傳病 好像霍金一樣全身癱瘓 以前在農曆新年期間 因為感冒病發症離世 他是一個很出色的人 即使身體有環質 他也克服了很多困難 完成了台大的學業 接著在美國著名大學 拿到碩士博士學位 非常可惜 享年40歲 他幻想的病 其實跟霍金有少少不同 他幻想的這種病 叫做SMA 是一種很多人害怕的病 雖然他很罕見 每年都有不少寶寶 遺傳到這個病出生 我們又會解釋一下這個病 是甚麼一回事 還有為甚麼感冒這麼少事 就會致命 最後講一下我們普通 一般人如何預防這個病 發生呢 這個病叫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pinal的意思 就是主要影響我們 Spinal Cord 即是影響脊髓 大家知道中樞神經 有大腦、小腦、腦幹 還有一部分就是拖著尾巴 這樣落到尾巴 即是在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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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病主要影響尾巴 即是在尾巴 我們大腦大腦 多數控制我們一些 叫做Higher Function 比如我們一些思想 邏輯 情感 那隻脊髓 那隻尾巴 那裏控制甚麼呢 那裏主要控制我們 手腳的肌肉 動動 我們叫做Motor Function 不只是手腳動動 其實我們身體上高 都是有很多肌肉的 腎膏、腹部等 那些是控制我們的姿勢穩定 那些都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肋骨和肋骨之間 其實有很多肌肉在 排骨的時候熬湯 那些排骨就貼著肉 那些我們叫做Inter-Coastal Muscle 即是在肋骨之間的肌肉 那些肌肉為甚麼重要呢 因為肌肉幫助我們擴張胸腔 讓我們吸入空氣 換句話說就是幫助我們呼吸 這個Spinal Muscular Atrophy 它是一種遺傳病 有些基因沒有了 或者基因就出了問題 那基因負責做一些蛋白質 來養住我們的神經線 即是令到我們肌肉收縮的神經線 那些叫Motor Luan 即是運動神經元 那些神經線 就靠這些蛋白質 才能夠生存下來 那如果沒有了這些蛋白質 慢慢運動神經元 即是控制我們的肌肉收縮 呼吸那些神經線 就會死 當然我們的神經系統 也不單止運動神經元 那我們有些是負責感覺的 譬如說我們皮膚 碰到負責的感覺 或者我們踩到地上 踩到口釘 有感覺那些 那些神經線是正常的 在這個病裡面 即是說那個人 其實身體是有感覺 不過他想去動動的時候 就動不了 同樣因為大腦的神經 基本上運作正常 所以那些思想 那些邏輯 是完全正常的 這位律師本身是非常聰明 所以他雖然說身體 動動出了問題 甚至呼吸可能也有些困難 但是他讀書的能力 就是完全不受影響 那至於為什麼 為了一個感冒 就可以拿命 其實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 本身他那個呼吸那裡 就已經是比較難些的了 就是沒有了肋骨和肋骨之間 肌肉的收縮能力 擴張的胸腔 本身也很困難 所以本身呼吸也是沒有那麼好 當一個病人患上感冒的話 那些感冒呢 那些病毒感染了肺 快點驗上來的黏液就多了 那些黏液一多就塞住肺氣泡 那些細的氣管 那更加令到發炎反應 嚴重一點 發炎反應嚴重一點 發炎反應嚴重一點 肺就好像霉霉爛爛爛一樣 很容易有第二種細菌 即是其他的細菌 即不是流感病毒本身 而是其他細菌 而是其他細菌 就走進來感染到 再者呢 SMA 的患者 很多時候吞咽都會慢慢出問題 吞咽吞咽都會慢慢出問題 吞咽吞不到很容易熟到 熟到 熟的時候 食物殘渣 然後又吸進氣管裡 那些食物殘渣 是有細菌的 感冒肺本身已經煤煤爛爛 再加上細菌 就很容易變成嚴重的肺炎 這樣致命的 其實每年都有一定數量 患有這個病的嬰兒出生 原因就是本身這個病 是很少見的 如果你沒有特別在產前 查一下父母有沒有帶著這些基因 這個病本身是一種隱性遺傳 即是說父母可能帶著這個基因是不知道的 剛好父母本身都是帶著這個基因 兩個合起來的時候 每個嬰兒都有四分一機會 顯性 真的有這個病出來 這個病因為太少見 其實很難傳聞去做這些基因測試 所以就好看有沒有家族性 例如說男方也好女方也好 如果有一些家族成員 真的有這個病的話 即是產前的時候 一定要驗清楚有沒有這個病才行 因為當嬰兒出生 就真的患上SMA的話 都很難去治療 所以預防是最主要的 所以生小孩之前 都要小心點 要看看自己有沒有家族史 有這些罕見病 如果有的話 我一定要告訴醫生才行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再提一次大家 用我的新書即將出版 出版的時候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臨走前還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鍵 按鈴鐺 留言點讚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讓 pewnen 按鈴鐺 我會城柏 even 都很險 緊а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